我穿回她向我表白那一天 正当我满心欢喜准备接过她手里的花时 她却转身将花扔进了垃圾桶 我懵了 周围看热闹的同学也懵了 眼前的少女有着一张巴掌大的小脸 弯眉下一双明亮的大眼 头发被她随意砸起 有一种凌乱美 此刻我的手正将在空中 这本来是要准备去拿那树玫瑰花的 只见苏星宇挑了挑眉 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 我懵了 明明上一辈子不是这样的 上一辈子的我对此时的她厌恶至极 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只知道玩弄别人的附加千金 这时候的我敏感又脆弱 我讨厌她的追求 讨厌她总是让我处在大众的视线中 讨厌她施舍给我的东西 我认为她向我表白 就是在故意让我下不来台 因为在此之前 我不止一次骂过她 让她不要再缠着我 让她不要再做一些自以为是的事 所以 上辈子当她向我表白的时候 我当众拒绝了她 还将她手里的玫瑰花扔进了垃圾桶 并且还说了很多惹人伤心的话 我说 别来烦我了 你的喜欢让我恶心 可现在 玫瑰花的确还是在垃圾桶 不过扔她的人变成了她 看着她的背影 我突然生出一种无力感来 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如果我现在不叫住她的话 以后可能会离她越来越远 苏星宇 苏星宇停了下来 她转过身 眼神淡淡的 没什么情绪 迎着她的视线 我突然觉得 有些难以开口了 但我还是在心底默默鼓励自己 我走到她的身前 低下头看她 刚刚你说的话 还算数吗 苏星宇轻飘飘地瞥了我一眼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话 语气中带着疏离 就是 你说让我做你男朋友 哦 是这个呀 此刻 我顾不上别的 低下头满是期待地看着她 想要她给我一个答复 只见苏星宇微微顿了顿 随后一脸都无所谓 不过是和别人打赌罢了 赌什么 赌三个月能追到你 我脸上的笑僵硬了 没有想到 她居然这么说 还没等我消化完 就听见苏星宇清冷的声音 不过吗 现在我认输了 一顿饭而已 我请得起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看着她越来越远的背影 我心里一阵难受 我默默低头 将她扔在垃圾桶里的花剪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捧在了怀里 不管怎么说 这也算得上 是她送我的第一件礼物了 一睁眼 我好像回到了上一辈子 只不过现在的我 没有实体状态 是一抹幽魂 我看着苏星宇 麻木地抱着我的尸体 过了许久 她动了动 她费力地将我的尸体 放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随后找来毛巾 轻轻为我擦拭着血迹 她眼底一片心红 嘴唇微动 我有些好奇地凑近一听 她的声音温柔地不像话 阿言 我知道你讨厌我碰你 但是现在 我更害怕别人看见你的模样 我想 你肯定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你这样 毕竟 你平常最爱面子了 眼眶渐渐湿润 我终于忍不住 伸手抱住了她 最后什么也没有摸到 我原以为苏星宇之前向我表白 只是玩玩而已 不是喜欢我才这样的 毕竟她是附加千金 她有很多选择 可是 我错了 大错特错 她有一本日记本 里面写的 全部都是关于我 还有一本相册 上面全是我的照片 有体育课我跑步的照片 有我在食堂吃饭的照片 有我在台上领奖的照片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什么时候拍的 就连我的社交平台 她都一一关注 她喜欢我 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可是 她却并没有影响我 听到我说 让她离我远点的时候 她照做了 就此 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直到周灵 将我带回去见家长 当我再次看到苏星宇的时候 我才知道 周灵是她的妹妹 同父异母的妹妹 没想上几个月的妹妹 连性都没改的妹妹 我永远都忘不了 周灵向她介绍 我的时候 她的眼神 不甘 愤怒 以及淡淡的忧伤 周灵却像是没看见一样 笑着 让我叫她姐姐 没等我反应 苏星宇绕过我们摔门走 周灵拉住了我的手 让我想要跟上去解释的脚 硬生生停了下来 我和周灵 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男女朋友 与我相依为命的妈妈生了病 需要一大笔医药费 正当我走投无路时 周灵让我与她做一笔交易 让我做她的男朋友 她给我付医药费 别无她选的 我答应了 可是 我万万没想到 她居然是苏星宇的妹妹 苏星宇 为我报了仇 故车撞我的人 是周灵 其实我挺惊讶的 毕竟在我印象当中 周灵平常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任谁也想不到 她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她藏得太深了 苏星宇用棒子打晕了她 毫不留情地将她摔在了路上 然后开着车 一遍又一遍地从她身上压过去 直到压成了一滩肉泥才停下 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 苏星宇拿着一束花 放在了我的墓前 她站在我的墓碑前 看了我的照片许久 头发都有些湿润了 正当我以为她会离开的时候 她跪在地上 吻上了我的照片 像是对待世间最珍贵珍宝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她掏出一把刀来 我惊了 害怕地伸出手想要拦住她 却无济于事 她没有任何犹豫地刺向自己 心脏停止跳动之前 她嘴唇吸动 说了一句话 我没听清楚 鲜血流了一地 染红了我的眼睛 心疼得受不了 像千万根针扎一样 苏星宇 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眼前渐渐清明 这才发现自己还睡在床上 不过脸上冰凉一片 是梦吗 不 这是上辈子真实发生过的事 现在的我完全睡不着 于是起来倒了一杯水喝 冰凉的水 划过我的喉尖 让我感觉像活过来了一样 其实 上辈子的我 早就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喜欢上了苏星宇 可是 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配不上她 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特别出众的容颜 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只有成绩 所以 我一直都不相信 苏星宇会真正地喜欢上我 在我发觉我 喜欢上苏星宇之后 我更加努力学习 为的就是 有一天能配得上她 可惜 世事难料 谁能想到 我妈妈生病了呢 一场大病让我看清了 我再怎么努力 也永远都配不上她 于是我开始远离她 最后却落得个 不得善终的下场 还害了她 看着杯子里的水 我眼神坚定起来 这一辈子 我不想管那么多了 我只想和她在一起 想到今天 苏星宇和上一辈子 不一样的举动 我默默握了握拳 上一辈子是她追我 那这辈子 就换我追她 自从那天表白的事以后 学校里的人 都在讨论这件事 很多人不相信 苏星宇会说出那些话 毕竟 她为我做了很多事 她不顾别人的嘲笑 放下她的尊严来追我 按当下流行的话来说 她就是一个恋爱脑 可最让她们不相信的是 我和苏星宇的位置 像是调换了一样 现在是我在缠着她了 下课就往她们班上跑 有的时候 是给她送些零食 有的时候 则是给她接水 苏星宇虽然没有制止我 但态度依旧冷冷的 似乎是不想 与我多说话 不想与我有关系 看到苏星宇 对我这样的态度 平常不满意我的人 开始作妖了 比如眼前这三个男生 三个男生嘴里 都叼着烟 手插兜里 吊儿郎当的 一副街溜子的模样 我知道他们 他们因为打架 经常被学校通报批评 麻烦让一下 他们挡在了 我回去的路上 这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子 平日里 我做完兼职 会抄近路 哟 这不是林大学霸吗 这妖巧啊 怎么没去 跟着你的苏大千金呢 我没理他 只是声音更冷了 麻烦让一下 为首的人冷哼一声 你以为现在 我们还会怕你 平时只是看在 苏大小姐的面子上 不敢动你 现在吗 我们哥几个 都挺好奇的 为什么之前 你对苏大小姐 挨打不理 现在去倒贴上去了 现在我想清楚了 他猥琐一笑 肯定是苏大小姐 有过人之处 玩起来肯定 还没等他说完 他就被我一拳揍到 操 竟然敢打我 给我上 打死他这个杀笔玩意儿 没有人知道 我平日里 在做地下拳击 他们三个人 都不是我的对手 不过 毕竟他们人数占优势 我脸上还是挨了一拳 我像头狼仔子一样 下手狠 但专挑暗处打 表面上看不出来 本来可以放他们一马的 可谁让他们 触及了我的逆铃 说我可以 说他不行 他们被我打得 屁滚尿流 连连挨叫着 我错了 我错了 眼看着差不多了 我停了手 下次再让我听见 你们说他一句不是 简单了 他们连连点头答应 相互搀扶着 逃跑式的飞快走了 我扯了扯嘴角 有些疼 有点想见他了 此刻的我 像是变态一样 眼睛一眨不眨的 盯着苏星宇的房间看 他的房间窗帘紧闭 透出微黄的灯光 我就这么在楼底站了许久 突然 窗帘微动 我对上了他略带吃惊的眼眸 我朝他挥了挥手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正想拿出手机打字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了一阵 焦嘀嘀的声音 是周灵 林学长 你怎么在这里 是来找我的吗 他语气里带着些许的欣喜 我转过头 周灵手里提着袋子 似乎是刚从超市回来 看到上辈子害死我的凶手 我压下 想弄死他的心情 淡淡地说道 不是 我再次抬头 看向苏星宇的房间 他的窗帘拉上了 周灵顺着我的视线往上看 见我在看苏星宇的房间 脸色一僵 林学长 你这是 又被姐姐他烦了吗 姐姐他脾气一直都不好 你多淡呆一点 毕竟在家里 只有他骂我的份 说完 还难过地低下了头 可怜巴巴地 像是被欺负了一般 如果不是我知道他的真面目 还真就被他骗了 我被气笑了 谁说他脾气不好 在我心里 他就是脾气最好的人 他骂你 那说明是你活该 被他骂 你应该感恩戴德 看着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我心里满是快意 我勾唇一笑 还有 麻烦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现在是我在烦着他 周灵被我骂哭了 转身抹着泪跑回了架 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我心满意足 我的战斗力可不是盖的 看着早已关了灯的房间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拿出手机给苏星宇发了句晚安 等了好一会儿 他没回 我叹了口气关掉手机 追气之路慢慢 嘶 嘴角的伤好像更疼了 这一节课是体育课 我们班和他们班上的是同一节 他们这节体育课要进行体测 女生跑八百米 男生跑一千 我有些担心他的身体了 他体育一直都不好 平时让他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 上辈子 我没少因为这个嘲笑他 果不其然 当他跑到终点的那一刻 他就像一只摇摇欲坠的蝴蝶 我比任何人都快 在他晕倒的前一刻 我冲了上去抱住他 将他抱去了医务室 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脸色有些苍白 像一个没有了生机的精美娃娃 我有些心慌 急忙问笑医怎么样了 笑医用看透了一切的眼神看着我 笑了笑 说 你女朋友只不过是滴血糖饭了而已 你不用那么紧张 过一会儿他就会醒了 听着笑医略带调侃的话 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 我向他道了线 他看了看我们 深意一笑 转身走出了医务室 刚才 你为什么不反驳 苏星宇睁开了眼 坐了起来 语气有些虚弱 我一愣 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反驳 苏星宇皱着眉头 复杂地盯着我 过了两久 他才说 林衡 我看不懂你了 你不是最讨厌我了吗 为什么这些天 还要对我那么好 因为 我喜欢你 他变身格外真挚 眼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愣住了 嘴巴微张 似乎是有些难以置信 我们就这么对视着 他率先垂下了眼 林衡 其实 我之前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喜欢了你七年 但最后 你却和周灵在一起了 醒来后 我突然觉得 喜欢你好累啊 在你这里 我永远得不到回应 他声音平静的不像话 看他这样 我心里难受极了 我知道 他的这个梦 就是上辈子真实发生过的事 我伸手抬起他的头 强制性让他看着我 星宇 你听我说 之前是我混蛋 是我错怪了你 我以为你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害怕 被你玩弄感情 而且 我是一个胆小鬼 我不敢表达自己的喜欢 不敢说出自己的心声 我觉得 我自己配不上你 但是 现在我明白了 有些话就应该早一点说 不然以后会没有机会了 从今以后 在我这里 不论什么 你都会得到回应 你说你喜欢我很累 没关系 那就换我喜欢你好了 或许是被我这一番 深情告白整懵了 他呆滞地看着我 过了半晌 他红着脸 无声地张了张口 我被他这傻样逗笑了 没关系 你也不要有精神负担 不是 他的脸更红了 我好像来大姨妈了 我一听 愣住了 耳间染上了红色 说话都不利索了 要不你先 先去教室 啊不 厕所 我 没大姨妈经 他好像快急哭了 我慌了神 别哭 我去给你买 你就在这等我 说完转身跑得飞快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有鬼在身后追我 自从那天以后 我和苏星宇之间 似乎没有了隔阂 他虽然没答应我 但没有 再刻意不和我亲近 当得知那三个男生 被开除的时候 他正在帮我抹药 他离我很近 近得连脸上的细小绒毛 都能看到 他的唇粉嘟嘟的 红润极了 看起来就很好清 我猴杰动了动 他身上有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让我忍不住 想要近一点 更近一点 好了 他猛地坐直身体 那股好闻的味道 离我远去 我心里骤然一空 我悄咪咪移了一屁股 离他更近了 我清了清嗓子 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 谢谢你帮我处理了 那几个男生 不然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真的好厉害 我也太幸福了 这话说得很假 毕竟当初把他们 打得屁滚尿流的人是我 嘿嘿 女孩子嘛 就是要夸的 苏星宇耳尖染上了红色 开始讲题吧 我乖巧地点头 这是好不容易 争取到的机会 苏星宇成绩一般 我便提出 放学后给他补课 他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不想答应的 可耐不住 我的软磨硬泡 打开书本 却发现 里面加着一封 粉红色的情书 我只愣了一秒 便飞快将情书 扔进了垃圾桶 回来的时候 看到苏星宇的脸色 不太对劲 我解释到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放进去的 他淡淡地嗡了一声 却让我有些心惊胆战 在讲题的过程中 我时不时偷偷看他 他依旧神情淡淡 这让我有些 摸不着头脑了 不过 他长得真好看啊 饱满的额头 高挺秀气的鼻梁 小巧玲珑的嘴巴 擦擦 口水流出来了 我下意识 伸手擦了擦嘴角 待反应过来以后 哀怨地看着他 你逗我 他笑了 他笑的时候 脸颊会露出浅浅的梨窝 显得他格外生动美丽 我一不小心看呆了 他笑的时候都那么好看 不知道哭起来怎么样 思绪飘荡 我仿佛看到了 他咬着唇 梨花带雨的模样 过了半晌 我才漠然惊醒 我在心里抽了 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怎么可以对他想 这么龌龊的事情 看着我不太对劲的眼神 他问我怎么了 我慌乱地回答 没 没怎么 随后急忙转移话题 你刚刚应该没有生气吧 他摇摇头 真的 他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有些委屈 他顿了顿 林衡 其实你不用 把时间浪费在我一个人身上 你可以去找别人 我只想找你怎么办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如果此时我的身后有尾巴 那他一定搭拉着 看着他的脸颊 渐渐变红 我终于忍不住 上手捏了捏 好软 好可爱 别把我推开了 好吗 星月 这一次的后续 则是他红着脸 坐上了回家的车 或许是因为白天的暗示 晚上的时候 我便做了那种梦 梦里的他 在我身下哭得梨花带雨 可怜的样子 让人心生怜爱 我一边吻着他 以示安抚 身下的动作却不停 直到他的嗓子有些发哑 我才肯放过他 第二天一早 我看着劣势的内裤 又抽了自己急耳光 可想起梦里的场景时 我却又忍不住了 我急忙进了浴室 洗了个冷水澡 这才停住了那些邪恶的想法 虽然我们的感情 这些日子不断升温 但我和苏星宇 依然没有在一起 我们约定好 如果以后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们就在一起 有了这个约定后 我每次给他讲题的时候 他都格外认真 即使现在没在一起 但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心意 我也能时不时占一点便宜 比如讲题的时候摸摸头 走路的时候牵牵手 无人的时候搂搂腰 这样的日子 虽然平淡而又美好 但都将成为我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经过我和苏星宇的不懈努力 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走上了上辈子的老路 选择了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他没超出录取分数线多少 被调剂到一个不冷不热的专业 我们如约在一起了 学校里的任何角落 都有着我们的身影 我们在校园里 也算是小有名气 这是因为 我曾为他唱了一首情歌 他深情表白 不少人都在嗑我和他的汤 时间会冲淡一切 加之大学的生活倒也丰富多彩 这一场风波早已被许多人抛之脑后 不过 最近我和苏星宇再次登上了论坛热搜 不同于之前的羡慕与祝福 这一次的评论大多都是骂我和苏星宇的 我平时都不怎么上论坛的 这一次还是室友告诉我的 我皱着眉头点开了论坛 大致浏览了一下 内容大概说的是 我是男小三 插足别人的感情 而苏星宇水性羊花 有了未婚夫还在勾打别人 详细的不像话 甚至连什么时候订的婚都一清二楚 不用脑袋 想我都知道是谁发的 但我依旧让好机友 帮我查了查发帖人的IP地址 经过我的一系列操作 我看着电脑上的名字冷笑不已 周灵 做妖做了那么久 居然还不肯消停 脑海中闪过苏星宇眼眶微红 有些委屈的样子 我的心骤然一疼 拳头不由地捏紧 手上青筋抱起 我以为苏星宇是这几天来了大姨妈 因为这件事 我真该死啊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她的不对劲 论坛热搜再次爆了 只不过 这次的主角变成了周灵和苏星宇前未婚夫齐安金 爆料显示 周灵不过是苏家的私生女 却处处想要抢苏大千金的东西 苏大千金想要的裙子 抢 苏大千金想要的项链 抢 苏大千金想要的 就连未婚夫周灵也想抢走 事实证明 她成功了 齐安金成功被她骗到了床上 与她私混 事后 周灵竟然还在苏大千金的面前炫耀 苏家为了利益 没有选择解除婚约 而是联姻的人换了人选 由苏星宇变成了周灵 周灵还由此改了姓 叫苏灵对外称是苏二小姐 而对于齐家而言 这本来就是他们做错了 就算换了人选 他们也没话说 这篇帖子还发了周灵和齐安金的床照 周灵和齐安金盖着被子 赤裸着上身 周灵拿着手机对着镜头 笑得格外开心 一旁的齐安金则闭上眼睛 睡得很安详 看着评论区全是骂周灵的 我唇角勾起一抹笑 这下 我和苏星宇的谣言 也就不攻自破了 周灵自那以后 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以至于 她都不敢来学校 她心理素质倒是很强大 转头进了娱乐圈 这一天晚上 苏星宇告诉我 她闺蜜失恋了 想和她一起去酒吧喝酒 我虽然有些不太开心 但面上不鲜 不为别的 只因为我们之前 约好今天去沙滩上放烟花的 我默默叹了口气 算了 自己的女朋友自己宠 有点担心她们的安全 我让苏星宇把地址发过来 我自己乔装打扮了一下 也跟着去了酒吧 酒吧内灯光绚丽 音乐震耳欲聋 我虽然慢悠悠喝着酒 但眼睛却一直盯着苏星宇 她们那个方向 生怕有什么不长眼的东西 冲撞上去 就在这时 我忽然觉得 身上似乎中了几分 转头一看 竟是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她向我抛了一个媚眼 帅哥 要不要一起玩啊 声音酥得不像话 正巧这时 随着音乐的变化 本就不明晰的灯光 全部暗了下来 我猛地抓住 美女作乱的手 过了好一会儿 灯光恢复 我抬头一看 远处已经没有了苏星宇的身影 帅哥 你弄疼人家了 我不耐烦地推开她 冷冷说了一句 滚 随后急忙起身 去苏星宇闺蜜旁 苏星宇闺蜜 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我没办法 害怕扔下她出事 刚好我室友今天也在附近 打了电话叫她过来 等室友的这几分钟内 我心乱如麻 后背一直在冒冷汗 终于等到室友 我将苏星宇闺蜜交给她照顾 这才急忙去找苏星宇 这个酒吧挺大的 楼上还有房间 眼看着酒吧里没人 我准备上楼去找 刚打开电梯门 我便看到了周灵 周灵看到我脸上一慌 这一刻 直觉告诉我 苏星宇的消失 和她有关系 我将她狠狠拽了出来 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 将她按在一旁的墙上 冷冷地问她 苏星宇呢 周灵咬着嘴唇 不肯说话 见状 我勾起一抹危险地笑 我弯腰抽出切水果的刀 狠狠向周灵插去 周灵被吓蒙了 她拼命挣扎 刀快要插入她眼睛的时候 她才急忙尖叫出声 在3361号房间 我偏了偏手 刀静直插进了一旁的墙上 连带着她耳边的几缕头发 我扔下她 急忙上了楼 周灵捂着胸口 慢慢从墙上滑落 劫后余生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踹开3361个房门 看到的却是一个大富翩翩的男人 正压着苏星宇 我血气上涌 单手拽下她 狠狠将拳头揍到她的身上 她从最开始的辱骂 变成了求饶 我手上的轻轻抱起 无意识地一直动手 没有停下 直到床上的苏星宇 难受地叫了我的名字 我这才停下 我恢复了理智 轻轻抱起苏星宇 回到了我家 苏星宇备下了药 一路上 她在我身上不停地蹭来蹭去 还时不时发出弱弱的身影声 这是在考验我的意志力 我艰难地咽口水 别开了眼 终于到了家 我将苏星宇抱进了浴室 打开了冷水 她难受地出声 我不忍心地别开了眼 我不是一个成人之危的人 更何况 她是我放在心间肩上的人 我更不能在这种时候占她便宜 啊哼 我难受 她扯住我的一脚 我转过头去看她 她脸上泛着红玉 双眼迷离 嘴唇红润 她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打湿 紧紧贴在她的身上 勾勒出她娇好的身材 我蹲下身 星宇 我不能这样 这样对你不公平 苏星宇还住我的脖梗 从浴缸里探出头来 胡乱地亲我 可是我愿意 我可以 她的话消失在细碎的纹里 我早就已经忍不住了 看到喜欢的人在自己眼前这样 任谁都忍不住 而且 话都说到这里了 真是审科人 书不能忍 从浴缸到床上 从黑夜到天边泛起白 我这才停下 苏星宇枕着我的胳膊 在一旁熟睡 我联系地亲了亲她的发肩 抬眼去又变得冰冷 虽然上辈子 周灵雇人撞死了我 但这辈子 对于周灵的小动作 我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 我不想让自己惹上一身的骚 破坏了现在的平静生活 不过 现在嘛 我改变主意了 谁让她不长眼 去招惹不该招惹的人 周灵被封杀了 她被爆出 和多个导演油染 其中一个导演的老婆 是名副其实的母老虎 这个导演的老婆 找了好几个男人 折磨了周灵几天几夜 自那以后 周灵便有些精神不正常 眼看着周灵 已经没有了价值 苏家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听说周灵被送进去的时 后嘴里还叫嚷着她没病 可是 现在谁又会关心 她是否有病呢 后来 周灵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 被车撞死在了大马路上 成了一滩肉泥 苏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是在我和苏星宇的婚礼上 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变化 就好像 是对待无关紧要的人一样 你看 没有价值的人 在这些豪门眼里 一文不值 按道理说 就算我创业成功 也是没办法这么快 取到苏星宇的 毕竟苏星宇 可是苏家唯一的筹码 不过 谁让我运气比较好 随手救的一个老人 竟然是金圈贵人 老人有意栽培我 认我为干儿子 见我有能力 便大力培养我 就这样 没过半年 我便娶到了我心爱的人 上辈子 他等了我七年 最后为我殉情 这辈子 他等了我那么久 却依然没有怨言 这就是爱啊 他对我独一无二的爱 他对我一心一意的爱 是怜爱 也是偏爱 很庆幸 这辈子的我 没有辜负他 很高兴 这辈子的他 没有扔下我 我和他 会有更美好的未来